半夜一名背著背包的男子鬼鬼祟祟 来到骑楼下 男子蹲下身子 对着其中一部机车 不知道在做什么 这姿势很像是机车行师傅 在修理机车的感觉 但男子其实是在 破坏这部机车的基建 他因为在中秋的时候 发现机车坏掉 他一直本来以为是机车老旧 后来发现他的油压线遭破坏 他来跟我们简单表示的时候 他会认为是有人故意 故意破坏所以才来报案 机车车主隔天发现 机车故障无法发动 才发现原来是管线全被剪断 女车主报案 因为这已经是两个月来第四次 前两次都在九月份 都是刹车故障 两次共花九千多元修车 接着是十月五日 马表线等线路被剪断 十五日情况更严重 还被人放光一压油 这两次各花了 上万元修理机车 身为单亲妈妈的他 担心自己是不是被锁定了 第二个监视发现那男生 在他的机车附近拍完 然后有蹲下的动作 所以我目前我们已经锁定 该名男子 警方从监视器影像发现 破坏机车的嫌犯疑似是 辖区惯犯 破坏机车已经好几次 将会尽速逮人 由于这位单亲妈妈 月薪也才两万多元 四度修车已经花了一个月薪水 不光是精神上受惊吓 还大伤荷包 损失非常惨重 记者蔡霜及高雄报道 火 cell 回来